好了 鄉親 還有七十三天 就要選總統囉 農曆的頂項一直在開支票 韓國如提出的補助誘學 總經費就要三千兩百億 體育的預算三年要增加到三百億 而行政儀最近推動的 國民如有儲當的補助三十六億 國體研究屏東五百五十四億 國體研究宜蘭九百九十五億 這個農曆的政策都要花大八大八 也不知道國家的財政是不是胖的貴 行政儀決定發出 第二部夜車帝王館 他們去共同立委的批評 但是行政儀贏錢不是這件而已 那有國體南部原生案件 要五百五十四億 五百多億分十年來編列 並不是很重的負擔 到了夜車帝王館要花五億 國立手當的總理案件 也要三十六億 發生優先推動的北極國體 要九百九十五億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韓國族一樣他在開競選指標 一定二一年到國外 到交換學生 所有的費用 我身為總統的話 我一定會想辦法 幫我們大學生 研究所的索性來建築 不過補助學生 留學總經費要三千兩百億 韓國族辦公室說政府要負擔一部分 也怕算要動用 甚至二選五百億 跳二選韓國族花三年 增加到三百億 如果稍微開支票 覺得不會煩惱說 這些債務留給怕孫 目前來看 國家的財政 現在看起來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如果我們留給子孫的 這些具有生產性的投資 如果是帶來正面的效益 比我們留給子孫的 再來得多的話 其實這些計畫 其實某種程度都還是可行的 學者也強調說 再來過去 比國比較少 對榜大支出的價位 進行成本效益的評估 如果在這裡 應該更用心 教導將這個錢 真的開在必要的地方